接下來這段片段會教大家十二地資 地資其實就是生肖 我們在術數中甚至會用生肖來稱呼 我們會用地資來稱呼 今天會教大家 甚至乎教大家如何數手指 屈指一算地數手指 所以覺得有趣 有興趣想學術數的人 一定要看到最後 十二地資究竟是哪十二地資 就是子、醜、人、貌、神、智、五味、生、有、失、害 這十二地資等於 鼠、牛、虎、套、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就是這個圖 就會看到一個圓圈的物體 其實五在上面 子在下面 貌在這邊 然後有在右邊 子、吳、貌、有 這個就叫四正 子就是鼠 牛、虎、套、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這個就是十二生肖代表 代表他們的地資 其實當你學術數 學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會用地資來稱呼 例如今年是新丑年 新丑 丑就是牛 其實當你知道 你記得他們的方位 有興趣學的朋友 記得 子就是我們第一個 一定是在下面 最下面開始 然後就這樣 一個循環 去到害 之後又回到子 只抽人貌神子 微生又出害 總之這個子代表是鼠 譬如今年是牛 下一年我們又退一格 去到虎 下一年是圖 這是一個循環 當然有很多人 我相信已經有一個基本知識 可能你會覺得這一集很悶 但還是先看到最後 為何說這個圓形圖 你寧願記這個圓形圖 因為你會知道哪些是對角 譬如指和五 這個是180度 看到嗎 是一個直線 這個直線 這個直線 就是雙蔥的生肖 沒錯 譬如鼠 究竟和什麼蔥 原來是馬 會雙蔥 即是指五雙蔥 譬如你也會問 今年是牛年 牛年 有些什麼是在醜的對面 考慮大家 1 2 3 就是味 味和醜是雙蔥 所以這個就是 味是羊 羊和牛雙蔥 這個表 大家已經可以很清楚知道 什麼生肖和什麼生肖是雙蔥 這個稱之為什麼 綠蔥 OK 綠蔥 就是說蔥的生肖就是對角的生肖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很容易呢 其實不是這麼難學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今年是什麼生肖是沖泰稅 譬如我們現在2022年 即是未來這一年 2022年 究竟什麼在苦年會是沖泰稅 我們就看回人 人就是苦 苦的對面是什麼 正正畫條直線過去 就是新 就是猴子 就是猴子 那猴子和老虎是相沖 所以2022年 任人年的時候 猴子就是新 就是沖泰稅 所以我們解釋過什麼叫做 犯泰稅 沖泰稅 就像我剛剛所說 對角的就是叫沖 同泛 對沖 即是本名連同 同一種生肖就是泰稅 對角就是叫沖泰稅 所以沖泰稅只有一種 就是180度那一種 沖就是代表一種沖力 多數就是在我們在術送裡面 有很多的術送師傅告訴你 譬如生肖雙沖 多數就是叫做什麼 不是那麼對的 就是不是那麼對的 其實就是對角 就是我們叫做對沖 首先我們隨便選一個生肖 隨便選一個生肖 譬如好像我們2022年 就是人治 就是苦年 那這個 它究竟跟什麼東西配合呢 現在就會告訴你 因為我教你三合是什麼 那一二三四五 這個位置我們停頓 又是圈一圈 然後這裡又是一二三四五 這裡我們又是圈一圈 然後一二三四五 去回原位 那你會發覺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什麼呢 一個是一個 等邊的三角形 是一個等邊的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就稱之為三合 就是說人五率虎馬九 這三個生肖就是合格的 其實任何其他生肖都是這樣做的 例如我現在又拿著紅色筆 譬如字 油 丑 這裡又是另一個三角形 就是這裡又是另一個三角形 紅色的三角形 看到嗎 對了 就是蛇 雞 牛 就是說今年牛年 牛是有什麼是三合太歲呢 就是有雞 和蛇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總共有多少個三合的焗呢 就有四個 因為有十二個嘛 這個你就會知道 究竟有什麼生肖是和自己合的 就是和自己合 那我就給你一個列表 我就知道 有些觀眾肯定是不太想學 是很懶的 那究竟有什麼生肖的組合呢 首先第一組就是自有醜 第二組就是人五率 第三組就是害貓味 第四組就是身子神 因為我現在正在教你們什麼叫地資 所以你自己麻煩你做一點功課 我自己轉換 究竟我剛才所說的這組合 他們雙等生肖是什麼 例如自有醜就是蛇雞牛 其他的自己自行去轉換 你才會學到東西 這個就叫三合 所以去到每一年 一定有另外兩個生肖 就是和太歲是相合的 這個就叫三合太歲 再另一個再複雜一點 就不是三合了 今集就教了這個六合 六合就是另一種又是很夾的生肖 所以六合就是和三合一樣 都是夾自己的東西 那兩個生肖就是大家比較相處得來的 六合 很多時候六合就是在旁邊 就是這個 當然剛才我們的圖就是 紫在正正下面 五就在正正上面 這個就是斜斜的 你會發現五和未是合的 字和身合 幼和神合 貌和複合 然後人害合 子丑合 這個稱之為六合 六個組合 這個如果我們遲些 下一集教你數手指 基本上這個就會比較容易 但如果你要記的話 就是馬和羊是雙合 蛇和猴是合 雞和龍是合 然後狗和兔是合 豬和虎是合 最後就是鼠和牛是合 所以例如今年2021年 牛年 鼠我們稱之為六合太歲 所以其實剛剛看到現在到最後 我今天教了三樣東西 一個叫綠蔥 一個叫三合 一個叫六合 大家就已經知道 這三種關係的生肖 體系系統裡面 誰合 誰不合 已經一目了然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要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還要按鈴鐺 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